嘿嗨,我是卡蘇,今天來講一下 熱血,猛烈,大爆射 啊不對,是大爆發的新流星幹員黃 這一服的卡蘇都是這個標題 為什麼卡蘇知道黃快要出來呢? 因為官方的臉書更新了這張圖片 快樂威士,卡提 本來我已經覺得卡提很班 對不起,我現在馬上把你已經滿等 卡提的造型是冰原迅史系列 除了卡提以外 還有黑的聖誕造型 綠角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銀灰的超帥氣禮服 拿B級修長 貼身的西裝 那條活潑有力的尾巴 還有小雪包在公司包 有沒有,不要被白玩啦 這造型陣營展會發出紅光 我買爆 最後還有出血造型 有點像龜七的大小姐 衣服覆蓋率100% 根據暴露度越高 角色越強的理論 這出血有點弱 黑河銀灰都是18元時帶特效 出血則是15元時沒特效 還有同樣是15元時的有石鐵獸騙牆造型 大概是在拍追殺比爾吧 荷包軍你要參到年出來的時候啊 參住啊 那這些造型跟黃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想起冰原你們想起了什麼 沒錯就是 D6章被凍結的恐懼 還有被冰蜘蛛瘋狂凍結的區域 這凍結重複啦 根據綠意的版本 必人時裝是和第六章同時推出 而第六章是和黃同步推出 所以接下來應該會是 第六章局部壞死的玉葉活動 和第六章推出 局部壞死會有兩個卡池 黃和揮喉和安比爾池 還有輪天史丹奧家維草 布羅卡卡池 如果跟日版精度會是黃池仙 如果跟綠版則是布羅卡卡池仙 還有銀灰造型出來了 根據龍城的規律 卡珠推測聖誕節應該銀灰就可以換了 所以大概是聖誕節抽黃喵池 新年抽人天池 新年在過兩個禮拜抽第一身五金 半週年第一次限定池聯 那麼我們馬上開始吧 好奇怪 黃喵池 有黃、天火、安比爾和灰猴 黃、六星擋三、打三、禁衛 第一天賦四生命低於25%時回復50%生命 只限一次 在三秒內使生命不低於50% 意思就是 三秒內不死 而且天賦還沒有出發的時候 受到致死的傷害 也不會被秒殺 進二的時候變6秒 前三的時候變7秒 天賦自帶鎖血外掛 第二天賦 進二時在戰場停留15秒後獲得抵抗 對暈眷凍結和航欄的持續時間減少50% 一技是下肢攻擊 攻擊力提升 專三後攻擊力提升至290% 兩點攻回技力中出發 二技 80點技力發動 出發後持續時間無限 像白晶的二技 攻擊力提升70% 防禦力提升20% 攻擊距離延長一格變成打前兩格 專三後攻擊力提升100% 防禦力提升35% 70點技力發動 三技技能開啟後 攻擊力和防禦力主戰的提升至60% 對前方一格的敵人進行切割 技能結束的時候 對附近所有的敵人造成 攻擊力340% 乘1.6的物理傷害 3x3的範圍 自己會選擇25%的血量 持續時間為10秒 最後的爆炸傷害可以搭飛機 而且萬一低於25%血量 不會死掉最低升上一點血量 卡蘇覺得 黃有著相當優秀的綜合能力 首先第一天賦 索掘6秒加回復生命 可以讓黃在沒有補師的情況下 可以參過一段的時間 那麼就可以更好的分配費用 第二天賦 在第六章有些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一堆航欄加凍結的效果下 減少50%時間 可以減少黃被凍結的機會 從而製造更多的輸出 最重要的是 黃的二技 只要技能生效 周四常駐 提升70% 100%的攻擊力 還順便提升了1.20% 35%防禦力 還會多出一格的攻擊距離 三格攻擊距離 在歡廣和撒長的地圖 都可以直接打三條路 更多的情況是打兩條路 但也鑽難啊 而且它是擋三打三 再加上常駐攻擊力提升 當時一隻金二三十等 100星奈的黃 就有701點攻擊力 G7的時候就有 常駐接近1200點攻擊力 鑽三的話變成 常駐1400攻擊力 那是什麼概念 你可以想成 每下攻擊都是 推推的約攻球輸出量 快來看我家的貓 每下都在後空翻 可以同時切兩條路 打三之怪 除了可以輕鬆 處理自己大量 雜兵的路線 還可以幫忙其他路 把它提升至滿等鑽三 更可以輕鬆的打穿 1000防禦以下的敵人 滿等二技 560點防禦 擁有不錯的生存能力 極高的每秒輸出能力 1.2秒攻擊一次 最重要的是 用起來真的太舒服了 不用理什麼出手時機放下去等 技能好 馬上變割草遊戲 寬樂開具 有鎖血外掛 可以保證不會放下去秒倒 大之效沒有短板 唯一要處理的是 要軟機 該盡早把我無敵的小火皇放下去 還有要極少禁二獲得打三能力 因為二技實在太好用了 所以三技在日常地圖會較為少用 二技就是看起來平凡 實際用起來超級OP的技能 就像齊羽老師使出一下真普通拳的感覺吧 安比爾 女體化後的安塞爾 並沒有 私心全途聚集 特性是優先攻擊防禦力最低的敵人 跟手靈人一樣是慢出局 不用20點2.7秒攻擊一次 一技攻擊範圍加一格 攻擊會使目標停頓0.8秒 二技加60%攻擊力 轉三後100%攻擊力滿等達兩千 變成全途攻擊 攻擊間隔再度延長加0.9秒 超出原版攻擊範圍的時候前搖增大 不過全途也不是只要有副作用 二技較能觸發他的天賦 近20的天賦是 打原版攻擊範圍外的敵人 有25%機率暈省2秒 安比爾算是一隻很吃地圖的幹員 因為他有攻擊防禦力最低的特性 簡單來說 官方很做球讓他變好用 他都變好用 沒有做球的話就還好 防禦最低的通常是狗狗 原石蟲 所以很多情況都是聚集這兩種 更多的情況是 聚集全力奔跑的狗狗 那是以安比爾的攻速傷害 用來拘狗真的是極度浪費 在第六章沒有特別的亮點 不過在第七章 安比爾能夠發揮很不錯的用途 有愛的可以練一下 灰猴又一隻五星對攻擊 卡蘇的第一個感覺是 蠻像能天使下位 混合了苦苦打呦的氣息 基天賦攻擊速度加6 近20再加有15%機率提升 攻擊力至150% 一擊是連射兩下 每次射擊造成相當於125%誤傷 二擊是攻擊力加20% 攻擊變為三連射 專三後攻擊力加40% 比較特別的是 灰猴的一擊是自然回復 二擊是攻擊回復 跟其他的對攻擊都不太一樣 跟藍獨和白金比起來 沒有很特別的優點 但是也沒有很特別的缺點 藍獨是可以打群體 而且帶毒傷 也可以打單體高傷 但資深脆弱 白金是開球技能可以打高傷 但需要軟機 而且不能對付太密集的怪群 灰猴則是很像能天使的下位 但輸出對比能天使還是有段距離 能天使擁有超強的爆發能力 而灰猴則擁有對單輸出一般的爆發能力 所以 如果你想要爆發 但又沒有能天使 又或者對金兒的惠猴有愛 也可以練一下 沒有到特別好 但也沒有到差 就是啦 就是這樣 你學會了嗎? 你們告訴我吧 今晚我想來點直播 我們晚上九點見 讚啦